Sister City and Kaohsiung Taiwan 但这次行程有20人的名额限制 报名议员多达40人 最后抽签决定 陈志忠参加抽签没抽中 目前排在备取第一顺位 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组团通缉单要求团员统一良制服装 陈志忠勾选了同意 最后还大大签上自己的名字 陈志忠因点案早就被特征组限制出境 这次还报名参访团 被质疑想借保护散闯关 陈志忠本身是因案而被限制出境 而且本身还涉及那么多案子 如今呢 是不是要借着议会的公务行程 另外有其他的企图 陈志忠能不能出国 2001年就曾发生 被案缠身的五则员都已经被囚刑了 却以立委考察为由潜逃大陆 一去不回 之后类似案件审核都很严格 陈志忠想借由公务行程出国的机会 应该不大 中天新网林建业报经理高雄报导 谢谢谢谢 香楼 所以不是这次要出去而已 上次已经要去日本被挡下了 这次要出去 你们知道特征组已经现实出境了 上次又五则员出去的事情 怎么出得去 为什么要敢这样 敢试试看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试试看没疼啊对不对 对啊 试试看没得卡没得到第一 就说大家舒服就放它了 第二第二就是就算了 现在特征组 简方呢在 还是告诉他说你现在还在现实出境 我既就能够再捂一下 我很想要出去哦 你要考虑看看他 我现在是去玩哦 我现在想要出去跟这个议会出去哦 你要不要给议会一个面子 帮我出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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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觉得 我觉得证据人物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会试探性的想要去突破一些 在他身上的禁忌啊跟枷锁 那合理啦 那合理 那当然外界当然会附加很多的想象说 为什么去美国去日本就会想去 因为议会不会去别的地方 议会一定是挑好好地方去 议会难道你要去非洲吗 去南非唱国歌吗 不会嘛 他当然就是到这些地方去 所以陈志宗会有那个试探的动作 不意外啦 他只不想要知道就是说 现在简方对我的限制出境 是不是还跟过去一样 他想要试试看 同时呢 如果有机会让大家注意到一下说 我现在就算我冬孙的议官了 你看 同样是限制出境呢 这个司法对话 同样继续在追杀 在限制他当中 我觉得他有一减底狗的效果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出得去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来来 请教一下 最早披露在国外有这个 账户的这个胡大哥 他怎么样 看看 有机会他就出去了 那两个地点不会太强吗 一个日本 一个美国 四个字回来就好 依法处理 就这样子嘛 对不对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再解释一下 这没有例外的 有人这么跟我讲 他说高雄啊 是话外之地 台北的法律管不到 我半信半疑 如果 陈时中议员能够出境 我不知道是 到底是台北还是高雄的 法院或检察机关来核准 我不希望有例外 有话外之地 如果这样的话 拜托一方在立法院咨询